Yo大家好我是乔老师 欢迎来到这个猎牌鞋的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特别的视频 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些和动漫有关的联名球鞋 这个视频的制作灵感也是来自于前两天 Air Jordan和Naruto火影忍者的一个联名系列 在之后好奇的我呢 就去深挖了一下过去种种不同的动漫联名球鞋 那这不挖不知道一挖是吓一跳 乔治老师一个不小心给自己开了一个大 肯定会实在是有太多相关产品了 所以为了更好的观看体验 今天这部视频呢 我们只会讨论日本动漫 而且是分了上下集 因为乔治老师为大家整理出了整整12部 12部动漫作品 接下来就来给大家一一盘点 这边也推荐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 因为一定有那么一双鞋 是会跟你产生共鸣 废话不多说 Let's go OK 首先给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动漫 就是火影忍者 也是目前仍然比较新鲜的一次合作 和Air Jordan的联名 联名对象呢 有Zion一代一共有三个配色 分别是九尾仙人配色 九尾暴走配色 还有六道仙人配色 其中比较有意思呢 也是这双六道仙人配色 采取的是一个鸳鸯设计 除了Zion一代之外呢 还有一双Air Jordan 200E SP球鞋 使用的是一个上人配色 也是AKA卡卡西配色 总体来说 Jordan Brand使用的这些火影配色呢 可以说是非常标志性的了 对于消费者来说 可以说是一目了然 只不过这一次的联名呢 可能对于喜欢火影的人 和喜欢Jordan的人都沉默了 不过Zion本人是狂喜啊 在一些视频当中 我们可以了解到 Zion本人是一个火影的忠实粉丝 也由此可见 Jordan Brand对Zion是非常上心的 我相信这对他们未来的合作 也非常有好处 当然对于火影忍者 这种全世界文明的动漫作品呢 向他伸出的橄榄枝 绝对不止Nike这一家 早在2019年 Adidas就有和火影忍者 做过一系列联名 其中有一双小鹰特别款 这双Boost跑鞋呢 除了在鞋垫上有小鹰的形象 在鞋后跟也有个T7 代表着D7般的意思 这双鞋我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双卡卡西特别版 使用的是Copa Ultra Boost的鞋型 在鞋舌处呢有一个非常标志性的 半花筒鞋能源的标志 在鞋后跟的中底处呢 也有一个木吉卡卡西的日本字样 整体呢还是非常有辨识度的 只是鞋面上这一条条的设计 让我有点get不到了 有点像与直播戴徒 在一开始的时候 戴的那种螺纹状的面具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说到这里 你以为就结束了吗 火影忍者在球鞋界最大的联名对象 并非Nike也不是Adidas 而是安塔 安塔光在魏2这个鞋型上面 就用过三个火影配色 分别是佐柱 卡卡西 还有名人 在狂潮3这个鞋型上面呢 也分别用过名人和佐柱这两个配色 在轻狂2鞋型上面用过木叶村配色 还没完 在安塔旗下的海沃德二代 也有大蛇丸配色 KT6也有一个小组织的配色 最后还有一双 我找不到名字的低帮球鞋 是小鹰配色的 好中二 好喜欢 这边我们也可以深刻的感受到 安塔是很有意向 去把漫画界和球鞋界做一次深入的融合啊 接下来我们也会不断的看到它 今天第二部要跟大家分享的动漫作品呢 是相较于火影来说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海贼王 海贼王呢 也是乔治老师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部动漫 那我觉得比较意外的是 它的联名对象居然没有很多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One Piece和Puma的一系列联名 第一双鞋呢叫做LQD CELL在鞋面上呢有个非常巨大的草帽海贼团的标志 这个标志呢也是具有3M效果的 第二双鞋呢叫做CELL Andora 这双鞋子的设计灵感呢是来自于草帽海贼团的那艘船也就是天阳号 我们可以看到它故意把鞋带处呢做成了麻绳的样子 在鞋后跟的地方呢也有一个船毛作为点缀 第三双鞋呢叫做CELL Venom 说真的这双鞋子还是挺无语的啊 我完全不知道它的设计灵感到底是什么 如果他想说这是One Piece也就是大秘宝的话呢 那整个就low掉了啊 我们知道金钱在One Piece的世界观里面 除了去衡量一个角色的实力之外 真的是没有太大的用处 对于这三双鞋子 我不想给你任何评论 接下来的联名对象呢是斯凯奇 斯凯奇也是和One Piece有过最多次联名的一个品牌 在他们的第一次联名当中 斯凯奇就使用了D-Light 2这个鞋型 给海贼王当中的六位角色添加了特别款 分别为陆飞款 乔巴款 索隆款 山智款 罗款 和多佛朗明哥款 我记得当时这波联名的热度还是非常高的 所以在第二波当中呢 斯凯奇又多加了三名角色 分别是圣平 黑胡子 还有艾斯 那么在第三波的联名当中呢 斯凯奇是选择给草帽海贼团的九名成员 都分别做一个特别款 那这边只提到了九名啊 到现在的话应该是有十名船员 加上圣平 这边乔治老师就不一一展开给大家看了 我们稍微看几个样图 知道一下当时做的都是哪几款鞋子 OK除了扑马和斯凯奇之外呢 Converse Japan也有和海贼王做过一系列的联名 当时呢Converse是为了庆祝他的All-Star协行的一百周年 做了一个海贼王的联名款 也可以看得出来海贼王的这个咖位是非常高的啦 其实海贼王的联名作品我一直觉得可以做得更好 因为他的元素实在是太丰富了 然后也值得更多的关注 那接下来呢 随着他的热度又慢慢的回温 我觉得还是会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出来 接着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三部动漫 我相信也是一代8090后的启蒙动漫 圣斗士新时 圣斗士呢也是乔找是最早接触的一批动漫 像那个时代感觉特别流行这种有盔甲型的动漫 像是魔神坛斗士啊 还有天空战绩都是这种设定 那当然其中还是属圣斗士是最具影响力的 我们来回顾一下前几年圣斗士和361度的一次联名 在2020年的时候呢 361度和圣斗士是推出了一个重磅联名 其中这个联名呢一共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分别是圣斗士吴小强的联名 闽斗士的联名还有黄金圣斗士的联名 在那一年的宣传期间呢 361度还制作了一系列非常酷炫的宣传短片 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说实话当时这波联名的确是有燃到我啊 不管这些鞋子好不好看 但是你是可以感受得到361度的这波诚意 那众多联名当中最值得被讨论的呢 就是子龙的这双禅歌Plus 这双鞋子本身呢也是361度旗下的球员戈登的签名球鞋 也是当时推的比较凶的一双鞋型 其中的设计灵感也是尽量的把天龙座的神衣 去融进这双鞋子的设计里面 那禅歌Plus这双鞋子除了有子龙配色之外呢 还有童虎天平座配色也就是子龙的师傅 所以这两双鞋子如果都收起来的话 也算得上是一个套装了 其中有一个部分我还想单独拿出来稍微吐槽一下 就是我当初刚看到子龙这双鞋子的鞋盒的时候 我还以为上面写的是卢州老教呢 来到今天的第四个动漫呢 我认为它也是日漫界的顶流了 多拉A梦为什么我会说它是顶流的 因为人家可是和Gucci联名过 也和春上荣联名过 所以说真的很难有一个动漫可以做到这种地步 这么经典的IP呢 当然也出过一双非常经典的球鞋 也就是在2020年多拉A梦和Nike出的那一双 Dunk SB High 整双鞋子的配色非常的简单明了 红白蓝三个颜色 在鞋舌的鞋标处呢 也是画龙点进了放上了一块金标 也象征着多拉A梦的那个小铃铛 那这双鞋子最有爱的一个隐藏设计呢 就是在鞋舌的内部有一个小口袋 也代表着多拉A梦自己的那一个四次元口袋 目前这双鞋子在二级市场上的价格 仍然是一个我觉得比较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啦 如果是以收藏为主的玩家呢 我觉得现在这个价钱还是OK的 而且这双鞋子在若干年之后 我觉得是Dunk SB里面 少数几双还仍然是可以被记得的球鞋 除了Dunk之外呢 多拉A梦也有和国产品牌匹克做过一次联名 联名对象呢也是当时比较火的洞洞鞋 分别是出了一个多拉A梦本尊的配色 还有一个他最爱的铜锣烧配色 OK今天的第五部动漫呢 是JoJo的奇妙冒险 JoJo这部作品呢我个人是没有看过 因为他的画风实在是不太是我的菜了 但是里面的那些角色的大胆的服装设计 也是现在许多品牌都争抢的一个联名对象 那在鞋子这个部分呢 JoJo是有和Vance有过一次联名 分别是一双Era Pro 还有一双Sleep on 这两双鞋在设计的辨识度上面是非常的高的 也分别代表着JoJo黄金之风里面的两大主角 除了Vance之外呢 Converse也有和JoJo的石之海做过一次联名 联名对象呢 是用了Converse的Chuck Taylor 和JoJo的人气角色空调学人做了一次融合 OK那不知不觉的今天来到今天的第六个动漫了 如果已经看到这里的话呢 请关注加三连支持一下 这个视频制作不易 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就是最大的动力了 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第六部动漫呢 我认为他如果认第二没有人敢认第一 乔治老师心目当中永远的神七龙珠 说起七龙珠的影响呢 我觉得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他甚至可以说是日本动漫界的一张名片 你到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地方 跟别人谈起七龙珠 都是可以和他们聊得起来的 就好像你谈起篮球就会想起Michael Jordan 谈起音乐就会想起Michael Jackson 就是某一个领域的一个门面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七龙珠有哪些联名球鞋 首先我们先看到的是去年年末的时候 Filla和龙珠超的一系列联名 一共是出了七双 分别有超蓝悟空 黑悟空 贝吉塔 超级神龙 破坏神卢比斯 黄金福利萨 还有特兰克斯 每一双配色和动漫人物的匹配度都是非常高的 只不过这一次的发售呢 可以说是非常低调 相信很多人都还没有听说过 江教育和Filla的这次联名 七龙珠在2018年的时候 和Adidas的这一次联名的可以说是更轰动一些 当时一共是出了八款不同的鞋型 去呼应八个不同的角色 分别有悟空 弗利萨 悟范 沙鲁 贝吉塔 悟欧 神龙 和超级神龙 特别一提 这个系列呢 我一直以为就只有七双 因为也是对应七龙珠嘛 这第八双呢 可能就是超级神龙 算是一个隐藏款 如果当时是收齐全套的朋友们呢 再把这些鞋盒叠起来是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七龙珠海报 在我看来 Adidas和七龙珠的这次联名呢 算是非常用心的了 因为他们不是单纯的只是在蹭热度 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他选择的这些人物都是互相之间有非常重要的关联 一边是三大主角 一边是三大反派 不要说只是在七龙珠的这个世界关联 纵观整一个漫画界 他们都是数一数二的角色 OK那么说到这里 还没有结束啊 因为七龙珠最大的联名对象也是 前几年龙珠超正火啊 安他也是称人的波热度呢 出了不下二十多双形形色色的龙珠联名 由于数量众多啊 乔治老师会按照斜型给大家做一个全面的盘点 首先是1-50斜型 一共是出了三个不同的配色 分别是笔克 龟仙人 魔人布殴 特兰克斯 还有悟天克斯 再来是卫1-20斜型 一共也有四个配色 有超级赛尔人悟空 第一阶段弗丽萨 黄金弗丽萨 还有黑悟空 接下来是卫1-90斜型 当时也是出了六个配色 他们分别是 超蓝悟空 超蓝悟空剑王拳形态 超赛贝吉塔 超蓝贝吉塔 超赛黑悟空 最后一双呢 是当时的隐藏款 也就是自在疾异宫的悟空配色 除了魏系列之外呢 还有奇点2这个鞋型 当时一共是出了两款配色 分别是黑悟空 还有经典弗丽萨 奇点这双鞋子呢 也是整个系列当中 我觉得最好看的两双了 接下来呢 还有KT5 安他的签名球员呢 也都分别有自己的龙珠款 KT5分别有龙珠魔术贴款 悟空款 还有破坏神卢比斯款 安他还是非常公平的啊 那KT有 海沃德也得有 海沃德一代呢 就出了一个神龙款 安他底下的一个软底跑鞋 C37呢 也是出了一个魔人布欧款 到这里你以为就结束了吗 天真了 天真了 安他旗下还有一个 不知名的篮球鞋 我到处找都找不到资料 后来我是在海外版的 这个安他官网上面看到 他的名字呢 就叫做2020 Man's Basketball Culture Shoes 这双不知名Culture Shoes呢 当时也出了八双联名 我们来看一下 分别有悟空 超赛悟空 贝吉塔 特兰克斯 比克 魔人布欧 经典弗利萨 还有悟天克斯 其中悟天克斯呢 还是一双特别版 是做了一个鸳鸯鞋的处理 胜利了各位 我们看完了 安他是前前后后 给龙珠出了29双鞋 29双啊 乔治老师是有点好奇了 有没有人收过 这个系列里面的任何一双 如果有的话呢 在弹幕里面抠一个7啊 说实话不管他后面的反响怎么样 但是他就做了这么多双尾 还是蛮佩服他的 我现在还蛮期待看看 安他未来还会找哪一些动漫去做联名 因为他们真的是给足诚意啊 OK那么以上是动漫联名球鞋 大盘点的上半集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 这个频道对你来说还合胃口的话 记得三连加关注 下半集同样精彩 那我们下期见 Peac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